泰国首都曼谷北方200公里外的农村 稻田里收割机马不停蹄 因为8月国际米价上涨9.8% 飙上15年新高 在当地掀起一波 有如陶金一般的耕作热潮 农民私立派负债20万泰铢 努力抓住这个机会博翻身 泰国稻米原本一年生产两季 许多地区二期稻作正因为干旱而休耕 不过农民现在管不了什么节水政策 收割完立刻露天焚烧整地 马上投入第三期耕作 然而水稻需要大量灌溉 今年圣阴现象降雨量比往年少了18% 主要水库容量只有54% 农业区仰赖的昭批椰河水位也很低 农民说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旱象 泰国有六成七的农家都有负债 气候变迁导致的洪水 干旱 虫害跟鼠患 主年增加 负担雪上加霜 农民多次前往首都曼谷游水 要求政府为他们减轻负担 专家认为问题主因在于农业政策失败 水稻研究经费从十年前的三亿泰铢 删减到今年的一点二亿泰铢 而印度 越南等国却大举投资 在研究跟基础建设生产力大跃进 让泰国米的优势逐渐消失 新总理赛塔承诺要加强水资源管理 提升农业技术 靠创新改善农民生活 而在中国 喝杯茶小确信也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今年春茶的产量少了两成 知名的西湖龙井茶产区 去年夏天三个月酷暑干旱留下的烙印清晰可见 不少茶树被晒干 枯黄 收成少了一半 种植新的茶树 加上遮阴棚架 还是担心长不好 不但产量变少 熟悉的茶色 茶香也出现变化 因为高温晒伤的叶片比较薄 也比较脆弱 茶多酚含量变高 苦涩味就会增加 再经过制茶的干燥 发酵 炒茶等复杂工序 变化更明显 随着酱水带逐渐往北移动 中国南方的云南等传统茶香都面临困境 生物学家特选比较耐旱的茶树品种 也利用科技监控温度湿度 自动洒水 不过去年让茶农头痛的干旱 今年又变成雨量太多 7月有几天甚至降下整个月的雨量 导致病虫还增加 全球极端气候成为常态 未来几年还会加剧 在中国整个茶产业都受到威胁 部分品种甚至可能灭绝 专家密切观测变化 随时准备为农民建议更因应现况的生产方式 公日新闻 是会中别一 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